哈囉大家好 我是Matt 歡迎收看黃標事件 不 你 戴眼睛的男士 對 就是你 別懷疑了 不然房間還會有誰 你以為數學很難嗎? 是否曾想過要放棄 甚至計畫在考學測試 直接碎掉數學為了下午的社會呢? 對 你就是一個智障 我們都遇過如人生難解的數學題 但2018年美聯社的新聞指出 不不不是那個連鎖超商 他們說波蘭花了79年終於算出二戰德國四床民宅因賠償的數字 委員會說國家統計在納粹領政時期 總計帶走500萬條人命和540億美元之損失 波蘭執政黨拿著傷害賠償這把柄許久 而且目前這數字只是初步估計 波蘭又以民族保守主義政黨法律與公正 黨魁亞洛斯瓦夫·卡成斯基先生跳出來提醒國際社會 波蘭是第一位挺身面對第三帝國的國家 然後明顯後果就是歷史了 旁觀者評論說這是因為要吸引老年人的票倉 才會開始找要申訴理賠 並將波蘭暫時所受的難 作為呼籲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 自從2015年他們執政後 二戰受害者這張牌從守備狀態傳為猛攻 波蘭目前是沒有將這份報告往上承報 而外交部長如坐針針理說者 還會影響到華沙與波蘭之間的優移 像如果你和同班同學分手後還要見面班尷尬 德國不只為波蘭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 而且他們兩者都還是歐盟和北約的同袍 關係別搞太強以後還要一起上課呢 如果那麼俗氣要談錢錢 德國也是歐盟預算最大尾的捐助國 一些德國人很願意掏錢他們的行為被視為對納粹統治下遭受損失的波蘭等受援國的慷慨補助 波蘭自2004年加入歐盟以來 迄今已獲得歐盟1100億美元的斗內 所以沒以表示所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財務索賠 都已經不管我們的數了 大學專家對該委員會進行的初步計算得出 從1939年到1945年被殺的波蘭公民數量為510萬 其中90%明顯是大家所熟知的猶太種族屠殺 而城市損失總計達140億美元 僅划殺就佔總額的2 3 以上 如果還要考慮農業和運輸基礎設施的00種種額外損失 擋回他們自己的委員會議也說會在明年也就是2019年再提出新結果 然後最新結果出爐 波蘭將納粹佔領期間的迫害拉高到8500億美元的巨額 一年後身價漲了15倍 國際間政治的談判籌碼好像賀年禮一樣固定要發一下 很多人應該懷疑那為何之前沒有要過 當然有 但有一段欠缺公平性的空窗期 別忘了波蘭二戰是被東西雙邊夾擊 所以冷戰時期依然隸屬於蘇聯衛星國的小波波被砍壓力 老大哥直接下凡跟他說 你現在要和東德何必共處啊 以前的事我們就先不追究 別人太離敵了 有關戰後理賠後續可以再做一集 前面講了那麼多想給大家認識到波蘭最新與二戰相關的事 很多迷思圍繞在這曾經的曾經歐入強國 在二戰被形容成像廢物的存在 恐怕比過去戰爭人命和四肢樓方倒塌還狠的指控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各大二戰紀錄片常見的旁白 柏蘭一般都是因為英法相德宣戰而被提及 再來就是穿插勞掉牙的祭兵衝鋒德軍裝甲 和空軍在三四天內就有再見的新聞片段 我們上次就有花一集的時間來破解這長期應用的迷思 用馬去撞坦克這到底是誰的點子 這一切均為義大利記者與國防軍一起捏造的謊言 不好意思 波蘭人擁有坦克 並且知道如何使用他們 為了那麼大盡 只是為了把敵軍形容成未開化的原始人 還活在上世紀的戰爭 可以想那麼多錢應該還要再加上 毀放和心靈創傷等諮商會才對 今天比照辦理來和各位討論 波蘭空軍三天被滅口的說法到底有多少為真 而其中有多少是萬惡哥佩爾大大的宣傳小編們所賜呢 說到自導自演 資訊宣傳戰 其實比真正槍炮火藥還早兵容相見 1939年8月31號晚上 黨衛軍和德國警察的六名成員 加裝是波蘭極端分子 打擊了波德邊境上的德語廣播戰 播放者挑釁阿希政權的聲明 在這自己人安排的夾系碼中 為了更添加許實度 安排了一名波蘭愛國分子 弗朗奇·斜克和尼歐克的屍體在電台內 明顯這是德國人事前在8月30號所抓來的基金分子 史稱格萊維治事件一般也被視為二戰的導火線 這項秘密計畫是在1945年 紐倫堡大嬸上黨衛軍自己人拱出來的 真心好奇若他知情不報 現在歷史有多少人真的認為是波蘭極宣戰 納傑克上校提到 由黨衛軍總教頭海德里希親口在柏林嘱咐他 如何將和尼歐克這替死鬼打扮成波蘭士兵的樣子 和要放在哪裡才像樣 任務代號為老奶奶去了 而作為屍體部署完成之綠燈指示 以方便接下來的劇情 對 沒錯 這布局很不幸的 對波蘭男女而言才是惡夢的開始 要屠殺一個和你生活不干事的國家 當然就需要足夠的恨和歧視 第三 帝國利用其他虛假事件來掀起 關於波蘭偷拐搶片 和波蘭恐慌等歇斯蒂利的事件 再加上一個大規模毀滅系武器的話 美國就真的會一同入侵你了 德國太原在波蘭境內引爆炸彈等生光效果 來加劇該地區的種族緊張局勢 整整的戰鬥在9月1號展開 德國的戰艦向波蘭的彈測海軍基地開火 轟炸機來到別人家領空專挑戰略位置重要的橋梁和裝甲縱隊襲擊 謊言並沒有就此停止了 像我前面說的德軍掌握話語霸權 把原先的征服戰搞成了護國聖戰 阿希甚至在事後口出狂言 誰 就是波蘭 先描述人道戰爭的規則就別只慌我會手下留情 接下來大概就是會銜接波蘭空軍在地面上遭受無情掃射之真相 德軍轟炸機上所拍攝的納粹宣傳影像 成了後世紀錄片的御用山剪板 比用把瘋狂衝鋒還屌 因為德軍只花了三天就掌握了支空權 某些程度上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一事為真 小波波的空軍對上德軍的戰績不夠潮 數量更不夠多 戈林有3比1的壓倒性勝利 但小波可沒有像伊拉克政權把飛機埋了就放棄防守 印著頭皮上的波蘭駕駛在戰爭初期可是打掉了不少妄想拿下領空的德軍 在1939年波蘭空軍完全仰賴國產 我們的預算是從國人身上抽2美金 而人家的空軍預算是從國人身上抽100美 而且查一下你會發現 德國1939年人口是8000萬人 而波蘭真的是小波只有3000萬 又是我不想算的數學題 總之預算的值與量和小胡子R7政權比起來都沒有勝算 再來是計畫使用上 小波空軍的主要架構是想支持地面部隊 空軍自己手上有獨立的戰鬥機以及轟炸機率 並將其餘的飛機打散再分配給地面部隊的混合使用 總計加起來也有445架戰機 還有更多是隸屬於訓練或後勤部隊 數量真的不多 但是波蘭空軍主要是靠強大的飛行員訓練計畫在撐 反過來R7有無疑幾乎是當時最先進的空中單位 便列入侵波蘭的第1和第4航空艦隊擁有1302架戰機 得前線戰鬥機有出名的Message Litter BF-109 小冷知識是BF不是遊戲戰地風雲的縮寫 而是德語區南部巴法利亞的飛機工廠之翼 他能以每小時300公里的時速狂飆 以1939年的引擎設計來說一技驚很屌 起初的版本E型搭配有20號米口徑的加農炮以及機槍管 BF-110戰鬥轟炸機雖起初高層並不滿意 但別看他笨拙的身軀 實驗下來時速還是能和當時任意戰機呼嘎 波蘭空軍的主要力量是其132架PLZ P-11 剛出產1930年代被評選為當時最先進的單一戰機 但是和德國貨比起來有些落差 只有兩艇機槍和時速慢了100多公里 華沙的空軍也同時部署了30架甚至更LKK的P-7戰鬥機 隨著戰士的逼近 波蘭人試圖分別從英國和法國人購買 更先進的霍克Hurricane和莫拉娜索尼艾406戰鬥機 不過這份組裝訂單都被扣在名義上與波蘭同盟的羅馬尼亞境內 德國空軍部署的Yunkers 87 Stuker 服從事轟炸機來給地面支援 儘管不靈巧且脆弱 但Jericho喇叭的地面部隊十足壓力 中型轟炸機HU-11帶著他前衛的全彩光機筆設計也夾入開炸 波蘭轟炸機部隊不像戰鬥機那樣過時 華沙120架PLZ-23魚式輕型轟炸機 僅次於德國的選舉喇叭製造機 而轟炸機旅中主幹有36架 雙引擎P-37陀陸式中型轟炸機獨條大樑 只可惜大部分尾上戰場 由於還都只是訓練機 就算上空也容易因為沒護衛機而成了火把 波蘭空軍還僱用了數百架輕型RWD和PWS-26 這類幾乎是徵召當地航空愛好者所駕駛的民用飛機層級 300多架小飛紋幫助陸軍指揮官交流和監視敵軍的行動 這些聯絡飛機也有一個優點大概就是 不需要正式的機場跑道 推一下算空的話你即可起飛 一般戰機如果沒跑到你就不用玩了 精明的德軍一開始就將準星瞄向 在地面幾乎為標靶練機場的波蘭戰機 同樣的戰術在1967年以色列的六日戰爭中也有拿來訪創一下 老實說波蘭人早有算到這一點 畢竟前期兩國鬧別牛鬧到已經在開戰邊緣了 以至於戰爭前波蘭空軍動員整整提前了一週來超前部署 當兩國正式決裂後如預計波蘭空軍開始將戰力 慢慢移出主要第一波會遲遲的機場 這些大地標旁的秘密衛星機場 在未來扮演大帶跑的空中遊擊戰角色 德軍宣傳他們以勝利之資瓦解了幾乎所有的波蘭空軍基地 但其實大部分留在現場為遷移的靶機都是順便用的別疑惑 不過德空軍還是有在偶然間發現一些後備長身處 像9月2號BF1O9有在羅治附近發現一座衛裝機場 並開始掃蕩地面跑道和將除油槽化為一團火球 坑坑巴巴的騎弱跑道也導致大量事故和降落墜機 約有20架P23在回來的時候撲接 不過得老實說大部分的隱藏機場都能躲過德軍的偵查持續和陰莖 空中戰力保住了 但其實9月1號清晨4點馬上有悲劇傳來 第二克拉克夫航空團的密西斯瓦夫梅德韋基上位 坐機被斯托卡給硬生生擊落 成了二戰史上第一位陣亡的盟軍飛行員 也抑制同盟與周星國第一次空域交鋒 首殺獻給了德軍方 但他的同伴在一旁由擊殺兩架到尼爾時期轟炸機已是復仇 最後是在沒彈藥的情況之下返航 真正遇寫戰事發生在華沙首府之上的空域 從入侵的第一天起 大量德國轟炸機就選擇這裡猛轟 波蘭戰鬥機大隊在黎明之前起飛 甚至還有攔截到將近80架 正要往首都邁進的Hankers-11 最後戰果是波蘭擊落了6到7架德軍戰機 自己則是損失了4架P-11 儘管德國的BF-1O9和BF-E10介護機 在各方面幾乎都完勝波蘭或P-11 不過在擊陣中左轉右擊他們還是能在假封中求生 波蘭上校里奧波德帕穆拉就在擊落兩架戰機後 直接以自己的P-11去撞擊第三架德國戰機 最後自己再跳機逃生 有點日式的進攻方式 我們上集提過的歐洲空域之騎士精神 這邊也是有一案例 一名波蘭中衛在擊落了一架德國Hemster-123轟炸機後 還迫降到他附近確定他有無大礙 需不需要繳救護車 不過相反的德國就比較沒有要回進這份領域 依然會射擊跳傘逃生的駕駛 總之開戰日第一天波蘭官方統計是零有25架擊落記錄 和自己損失10架 前一個禮拜波蘭空軍擊落了105架損失79架 並投下20萬磅的炸彈 但是隨著德國坦克縱隊升入波蘭 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一個基地接著一個撤離 將近一個月的戰事下來 波蘭官方是說總共擊毀247架大小得戰機 其中最主要的都是轟炸機還蠻搞笑的 包含自己人在內 波蘭防空部門真的是疲於奔命 也讓他們一聽到刺耳的選舉汽笛 就剉到要上巡發掉 於是之後基隆基 看到天空飛的東西 就先開槍後審問 他們擊毀約30架自己人 和塔下敵軍40架BFY9差不多 波蘭釋出的數字 這方面和德國公開承認的285架損失竟然吻合 而波蘭損失333架 其中三分之一為主力P-11和P-7戰鬥機 德軍駕駛約有400人KIA或失蹤 以及120人受傷 波蘭方也有61人喪命 110人失蹤和63人受傷 雖然失蹤和當場陣亡的判定有點模糊 不過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小波並沒有打得很差 重點是剛剛提到的空軍在地面就被殲滅了醜聞 其實整場入侵下來 失之只有25架戰鬥用飛機是在機場被摧毀 其餘的都是教練機或聯絡機 意思是大部分的戰力都有被保存下來 根本可以撐到三天之後 最終當波蘭政府意識到他們注定要戰敗 於是將空軍主力超過150架飛機 與其政府一起逃亡到羅馬尼亞 直接進了賊血 多名波蘭飛行員被捕 並扣留了他們的飛機 最前面所有的和英國和法國買的貨 也都在波蘭與羅馬尼亞斷交後 被他們獨佔還一直服役至1956年 器材沒了不要緊 重要的是飛行員骨幹 許多人逃到英法兩國 必在這些國家的空軍中服役 波蘭第303中隊的飛行員 配備了更現代的Hurricane戰鬥機 在英倫空戰中為保衛他鄉使出關鍵一擊 以損失了29名飛行員之代價 擊落了203架哥林大大的心腹 到戰爭結束時 盟軍的空中部隊 已經有超過19000名波蘭人貢獻幾例 1939年的謊言依然存在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一般很少 或根本沒有注意入侵之後 還有5個星期的激烈戰鬥 波蘭軍隊給人的印象 就是在面對現代戰鬥部隊時 直接先崩潰了 實際上這就是德國宣傳部門 為了避免全面戰爭之罪過 所殺出的大謊 9月26號華沙才在下午正式投降 已經比德軍包圍池城市15號的時間點 多撐了兩個禮拜多 華沙反攻勢力可是持續了一個禮拜之久 你更可以說空軍部門是到兩個禮拜後 才真正氣家投降 波蘭空軍的最後一項戰鬥任務 發生於1939年10月4日 有兩架PWS偵察機低飛 從駕駛艇以最原始的方式對德軍步兵 任手榴彈或開槍還擊 所以如果硬要說波蘭空軍可是殘船到了 正式投降前兩天都還在戰 納粹的宣傳往自己臉上貼金 一句話就泯滅了眾多年輕飛行員 為保家衛國之犧牲 現在坐落於可拉科夫的波蘭空軍博物館 有一座是波蘭飛行員們的紀念碑 以及世界上最後幸存的一架P-11戰鬥機 因為大部分波蘭自己二戰時的飛機 都在德戰領時期給銷毀了 這一架能保存下來 也是當時第三帝國為了炫耀才刻意留的一手 這大概就是對於波蘭空軍迷思破解的簡單介紹 每次都說簡單介紹就好 但是5000多次的文稿真的不簡單 有時候發現打稿到後來越走火入魔 各位一個禮拜的二戰資訊量說不定已經超載了 最後還是要呼籲一下 希望這前面的議員別把真賠館當作選舉工具 漠視了那片土地的傷痕 然後當然也歡迎各位在下方寫下觀影心得 我無法都按讚 但每一位前一個禮拜的留言我都會看 如果晚上沒事的話 歡迎加入Youtube不確定是星期幾八點的直播 你也可以選擇每個月一杯星巴克的方案 去看看等一下會出現的Patreon贊助平台連結 支持我這藝人團隊 原本只有斗內沒有太多獎勵回饋 現在你能夠加入Discord伺服器 和Podcast節目What the Max提問互動的機會 還有一個沒奶沒腿的地方交IG 也歡迎大家去追蹤一下 你們會有無聊的詮詩禦語和影片摸花絮 數據顯示還有52.3%的觀眾朋友 看了影片還會訂閱 如果不想被Youtube演算法的機器綁住的話 現在決定權在你自己手上 訂閱一下宣布自己想看的內容 別忘記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今天後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字幕君